大家好 欢迎来到长江首流美 还有长江老师 今天咱们再谈一下计算机的专业的排名 有个家长问的说 长江老师你好 孩子中山大学计算机专业要到美国读研 你建议是选择美国宗牌高的学校还是专牌高的学校呢 我们今天来讲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计算机的专牌和宗牌 首先计算机这个专业 每个学校都有的这么一个专业 很少说哪个大学没有计算机专业 所以如果这些学校都有这个专业 那么它的这个专牌和宗牌 其实应该来讲是差不多的 好吧 我们先看一下计算机这个行当里面 最有名的这个排名叫CS ranking 那这里边它其实是在美国全球 各个国家都有这个排名 我们先看它比如全球的这个排名 那计算机这里面 它是有各个不同的这个领域 那么我可以选比如说是这个AI的领域 系统的领域 计算机的理论的领域 这些排名 那么在全球来讲 它的排名 你看的其实也是这些名校 比如说全球 它是坎基民大学 第二是UIUC 然后第三的是麻省理工 然后是斯坦福 然后是加州圣地亚哥 然后加拿大伯克利 康奈尔 密执根 然后是苏伊士的苏伊士理工ETH 然后清华大学 然后是华大西雅图 那么我们来看美国的排名 那美国的排名 如果是计算机 那也是这个坎基民大学 UIUC 麻省理工 斯坦福 加拿大圣地亚哥 加拿大伯克利 康奈尔 密执根 这个华人顿 马里兰 还有乔治亚理工 这些计算机大校 我们如果来看这个棕牌 那么这是因为它是读完中海大学本科 到美国读硕士 那么看这个后人的美国研究生排名 这边 那么在这里面 它的排名是哈佛 斯坦福 麻省理工 然后普林斯顿 耶鲁 哥大 释迦哥 然后宾大 然后这些 那这里面你看它的 其实它的斯坦福 麻省理工 康奈尔 加州理工 它也是在这个单子里面 像华大西雅图 像这个坎基边庸大学 它都是在前20前30里面 所以这个排名 它是综合 综排和专排 其实它是差不多的 如果你说 我要去比如说我要去说 我去耶鲁大学去学计算机 还是要去坎基边庸大学学计算机 那么这个可能会 综排专排会有区别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那你就是看你是以后想是多研究计算机 还是多有综合的这样的发展 如果你需要有综合的发展 那可能去耶鲁更好 你要想多研究计算机 去坎基边庸大学会更好 那么这里边其实 就是它的不同的这些学校 其实是比较少的 如果你说超过了前25前30 那么你重要的还是来看 它的计算机的专业的排名 因为专业的排名 它代表着就业 因为你超过了前25前30 它学校的光环可能就没有了 因为所有的同校对吧 都是在前15名就都过去了 到了25名以后 30一名以后对吧 咱们看比如说33名对吧 莱斯大学波士顿大学 已经没有太多的名校的这样的光环 它不像说我去耶鲁 我去宾大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看说 莱斯在这个里面到底是多少 你看像咱们刚才说的耶鲁 它这里面是排名的第40 RES排名54 所以就是说在计算机领域 它有一个确定的这样的排名的方式 对吧 然后我再多说两句 这个CS ranking 对吧 有的同学 对吧 搞CMU搞人工智能计算机的 他说我说过一个AAA 什么论文 他说AAA现在已经不实行了 说实行的是NIPS Neural什么NIPS 这里面也有 就是在CS ranking 他们就是专门领域的 搞领域排名的 所以同学说的会议的 就发表的文章的平台 也是在这里面也有的 所以这个里面 它还是非常的强的计算机的这样一个专业的排名 那么你到了一个这种专排强的这些学校 那么你的专业的发展就会更强 那么你到了一个棕排强的学校 它的非计算机领域的这些人文的科学 这些综合的能力可能会更强 我这个都说的是前30 你到前30以后 那就是专业的排名可能更加的重要 但是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它的专排和棕排 比如说你拿出专排里边的前100名 和棕排的前100名 对应程度是非常高的 只不过在内部可能有不同的顺序而已 很少就有从来没听说过的学校 然后在计算机这个领域 它专排特别高 你看这里边咱们来说一下 你像什么南加大 密志根 UT Austin 什么 Princeton 什么罗格斯 什么Stony Brook 这个 Ohio 什么 Utah 就这里面它的这个学校没有一个说 光机你出来一个就完完全全没有听说过的 这个在计算机这个行当里面不太可能 因为每个学校都有这个专业 每个学校都是把它作为它的一个重点 那我不知道今天这个跟大家讲的 有没有讲清楚 就是说第一 在计算机这个专业里边 因为每个学校都有这个专业 所以它专排和棕排是差不多的 那如果你要在前30这个领域里面 如果你专排 比如说你是耶鲁的计算机和CMU的计算机 这里边有这个区别的话 那么就看你如果想以后更多的综合发展 你就去耶鲁 如果你有更多在计算机领域的发展 你就去CMU看这个专排 但是超过了前30前50 那可能还是以专排为主 但是这里边很少有一个学校 就是这个棕排整个就没听说过的 然后在计算机领域里专排特别高 就没有这样的学校 刚才咱们看到的全球的排名和美国的排名 它都没有这样的情况 好吧 那就希望今天给你讲的 能够帮助你在计算机这个领域的读研的规划和选校 将来日后的这个就业能够有所帮助 好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点下线上大拇指 这样平台推荐更多的学生家长 如果你有问题 一件建议 可以在视频后面留言 如果留学美国有问题 一言答证 或者是申请的规划 或者什么 你都可以私信我 我会尽量的来解答 最后感谢你观看关注点赞和转发 下次再见